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必辞》的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 《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讲讲澳洲的事情 我们知道早前 中国就与澳洲的一个 附近国家,所罗门群岛签了安全协议 令到西方就很不开心,亦大为紧张 我们总理当然有反应,现在大选 当然要说得硬点、劲点、强点 他就说 我们澳洲是有一条红线或底线 中国是不可以触摸的 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设海军基地 是澳洲的不可触摸的底线 并且警告澳洲的底线是跟美国一样的 就是不可以让中国在自己家门口 建立海军基地 我们知道美国的印太沙皇号称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 Kerr Campbell, 堪贝尔 星期五的时候去了所罗门群岛 不过为时有点晚 因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已经签了安全协议 就跟所罗门群岛总理 索加雅雷 和其他高官会见 白宫之后就发了一个声明 就说 如果中国被允许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将会有很大的担忧 并且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这回应是什么意思呢? 真的不知道出兵还是怎样呢? 随着西方世界就很担心 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的这份协议会不会 令解放军进驻所罗门群岛呢? 我们的总理Scott Morrison 摩总 他就说中国在所罗门群岛的基地 将会是我们的红线 你是不能在基地的 我们澳洲是不允许在我们家门口 在我们地区之内建立中国的海军基地 他也说 这个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不单止是澳洲 而澳洲 以及匪制、巴伯申基雷亚 这些国家 因为大家都在太平洋地区 就相当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总理摩总Scott Morrison 也说 澳洲会致力于与新西兰合作 还有美国合作 当涉及地区问题的时候 澳洲会和美国站在同一条红线上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 你 敢在所罗门群岛 站在我们的家门口 并且建立一个 军事基地 美国是同一条红线 美国也会帮我们的 应该就是这样的意思 美国帮多少呢 不知道 不过 Kirk Campbell 他是说过的 他真的说过 他就说 是有回应的 这个不是摩总一个人说的 他也不够胆 代表美国说话 应该是大家有个共识 就是大家都要说 不可以 在所罗门群岛建海军基地 不过 我们总理 Scott Morrison 和 坎贝尔 这位 号称印太沙皇 都是有件事没有说清楚的 就是 如果真是 会建一个基地 究竟怎样应对呢 其实 反对党工党在大选前 曾经 说 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的这个协议 就是因为 自由党不作为 令到所罗门群岛感觉到被冷落 所以 现在这个执政联盟 的外交 政策是失败的 那当然 执政联盟说 不是 我们的外交政策相当有限 我们提供了很多援助给所罗门群岛 但是中国政府 没有按照同样的 规则去做事 令到我们 在这个地区变得很脆弱 受到负面影响 究竟中国政府做了些 什么不规矩的事情呢 他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 不过 所罗门群岛的大使 就是中国驻所罗门群岛的大使 李明 其实日前反驳 就说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合作是光明正大 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的企图 也不会 干涉所罗门群岛内政 和侵害他们的主权 我们 总理说话 都算是 说得很厉害 踩我红线不行 结果 我们的 国防部长 大家知道 比总理是更加 用一个字 就是 他说得更厉害 他更加 北京 说习近平 在四年之内 一定会用化帽 说到这个真的很疯 这个 好像说得太大了吧 化帽 现在这个时代用化帽 被人知道一定会受到全世界的 谈责 我觉得 这个肯定不是事实 不过他们当然是吹得很大了 达顿在接受新闻集团 访问的时候再次强调中国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 中国可能 在四年内就会用化帽 去对人家是 有这个 襲击的 他也说 对于中国的军事 和 战略地位是很担心的 而且 我们国防军都觉得 他说的东西是没错 这个当然是废话 你是国防部长 难道 下面的人说 你说错了吗 他就说 现在的情况 和上世纪三十年代 比起来 已经不同了 现在是可怕得多 我们是乐意提供事实的 然后大家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提供事实 你不是找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提供事实吧 好像没有什么 文件 证据 说有什么 化帽 老闆 是啊 没有9.4 就算这个什么所谓军事基地 就是说澳洲的红线 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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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中国说明是不会做这件事 那么 你们是都说要有 真是没办法 他也都说 本来 他说到好像很大气 是这样的 我们 是想和中国建立 正常化关系的 不过 他也很搞笑 听上去也挺对的 建立正常化关系 不过 我们 应该为 战争做好准备的 这样 如果你释出一些善意 你会说这句话 我想和你建立好关系的 不过我都准备和你降一架 哈哈哈 这个也挺好笑的 所以 这个达顿 我觉得摩总说话 虽然他也说话 是狡猾 又说大话 有时又很硬 有时又乱差地说 但是 都没有这个达顿那么疯 你说到什么化墓 现在西方就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有用化墓 但是 确实的证据 未有 发布出来 有些就有视频流出来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有呢 因为这件事 很严重 你要知道 是真是很严重的 在当今社会 在现代社会 很严重的指控 达顿就说 我希望 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正常和和平关系 但是中国变了 意味着 澳洲需要更加多的军费 来应对 包括抗军 和在军备上的大量投资 所以 洛杰马丁 雷神 看到 这位 这个国防部长很开心 你要记住 这位国防部长很喜欢 一间 比较喜欢造谣的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开议壇 会议 这间研究所的 赞助商 就是 刚才我说的 那两家 卖 当然是世界上 顶尖的 军备提供商 所以看到他 这个人很棒 搞扮演就对了 经常说得这么大 现在他说到出口要增加 军备的投资 达顿也说 澳洲需要保证 陆军和海军的实力 为 之后的事情 是作准备的 因为有些事情 是你想象不到的 不过他就说 可以想象的是什么 我们某 盟国的首都 可能会受到化墓的 叫做攻势 你可能会被 拉回去 中东冲突 即是指当时的 这个海湾战争 是吗 记得吗 当时不是说伊拉克有用 有用化墓 但是就是 洗衣粉的笑话 那当然是否真的洗衣粉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但是 美国自己都是说 没有证据的 当时 很不幸地 伊拉克就经历了 第二次被人出兵 新闻集团也说 梅多的新闻集团 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关系相当紧张 中国的军力提高得太快了 已经令澳洲和美国的国防军 十分关注和恐惧 另外不少人也担心 中国在印太地区上 会建立更多的军事设施 而且近日 还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 安全合作协议 当然 又是说有机会弄基地 不过你讲到用化墓 这件事讲得太大 讲到这么大的时候 会不会 到时你找不到证据被人笑 不过他也不怕被人笑 真心地说他也不怕被人笑 达顿就是我们国防部长也说 收到的情报就显示 我们有一个发人心醒的现实 是什么现实呢 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 对于之前摩总讲过的 就是叫做独裁之湖 即是说 这个世界上 有些国家就叫做独裁国家 构成一个湖 这样包围着 就说这个就是现实 就是我们发人心醒的现实 我们不应该 认为 奥新军团做出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他在昨天我们公众假期 NZ Day 奥新军团 日我都说 他也说 好像希特拉和其他这样的人 不单只是想象中的虚构人物 他们是历史上的人物 现在就是普京 他 就会动手 拦下所有人 大家要记住 现在是2022年 还有普京这样的人 达顿也说 中国目前是处于一个非常蓄意的进程 所以他就觉得 习近平就是下一个普京 就说澳洲必须和各个国家一起站在一起 密切地关注任何的侵略行为 但习主席说永不称霸 达顿也说 他希望和中国 关系正常 不过这样 侵略行为是我们国家和其他和我们立场一致的国家不可以接受的 也有人说 工党是不是上台之后会 不对抗中国 有好 其实我都说过是不是的 不会的 不会的 这是一个 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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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伤心 但是这是 现实 有些看到一些网台界KOL 说澳洲会变天 其实工党上台 抗中也是继续 因为势是成了 工党的副党会 日前也说 如果工党获胜 会对抗中国 而且是付诸行动 不是讲讲的 不过 工党他就可能没有自由党的人说得那么厉害 但是 实质上做的行为应该是差不多 就会用多些外交辞令 好听点 工党的副党会 其实 就和媒体说 上台之后会继续对抗中国 又是关于所罗门群岛和 中国签的安全协议 他就说他都很担心 就担心中国会在 我们的家门口 澳洲的家门口 所罗门群岛这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原来他也是有出书的 促富的潮池 这本书上面就写 将澳洲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 再去 review 浏览一番 就知道 一定要拒绝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如果被他们建立了 那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但是中国也说不会 为什么他们经常都要说 这个也挺好笑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不会弄 当然你可以说中国说大话 那也没办法 如果你要这么说 他也说 与其担心太平洋 都会成为 中国的军事基地 不如想想怎样帮助这些地区 在实现 千年的发展计划 摆脱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 这个标签更好 他也说得对 如果你们是要 令到太平洋 都会回来 或者叫做 因为澳洲的传统实力就是这堆太平洋赌国 现在他们就觉得是离散了 为什么 你都没做事 对了 就跟之前包布的新基内亚 还有就是 匪制一样 这些真是没办法 其实匪制也是 很多唐人 包布的新基内亚 我说我很多叔叔都会把 包布的新基内亚 帕不尿均年 还有匪制 我们中山人就叫 匪制 匪制也是很多中国人 后代 匪制很有趣 你知道他们主流的人不是当地的土著 最大部分是当地的土著 最大部分是什么人 不是唐人吗 不是人道人 竟然 是 因为殖民地年代带了很多人道人去做工 所以匪制也看到很多人道庙 跟你们也有点像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